男人看着眼前的萧恩 终于正视起来 这么看 你确实会魔法 是的 莫伦法师 萧恩回答道 不过 我现在只有这一个魔法熟练一点 萧恩看着手中自己凝结成的精神粒子弹 你说什么 难道你 还会第二个魔法 莫伦有些不幸 是的 但是第二个魔法 我还没彻底地掌握 爱丽丝 之前已经解读出了酸叶术的魔法 但是我还没怎么正式开始练习 时间 全用来感应杀气去了 莫伦再次来到了萧恩面前 嗯 看样子是个风系法术 萧恩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 想到 莫伦法师好像对我提起些兴趣 是的 莫伦法师 我掌握的魔法是疾风术 萧恩回答道 好 萧恩 你施展一下疾风术 给我看看 莫伦张开了双手 萧恩微微疑惑 就在这里吗 想起疾风术的威力 萧恩忍不住开口提醒 法师阁下 这个疾风术的威力可能 莫伦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我知道了 你就这样 对着这个桌子发动魔法吧 萧恩朝着莫伦鞠了一躬 表示自己要开始了 莫伦摆了摆手 好 我看看 你说的威力能有多强 不过话说 在前面 我这桌子 可是石木打造 我还进行了魔法加固 揭实的 莫伦话还没说完 只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一看 直接瞪大了双眼 自己的桌子竟坏了 莫伦看着桌子上的洞 陷入了沉思 萧恩开口提醒道 莫伦法师 我已经施展完毕了 萧恩啊 疾风术的杀伤力 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莫伦倾咳一声 试图掩饰尴尬 萧恩笑咪咪的 却一时想不出理由回答 我也不能告诉他 我的魔法是经过智能 AI改良过了呀 只能开口问道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莫伦摇了摇头 没什么 这个疾风术 虽然有些不同 但威力确实更强大了 还是很不错的 你从哪里学来的呢 文言萧恩递出自己的魔法铁片 是这个 我之前的铁匠师傅说 这个是魔法书 你是根据书上的记载自学的 莫伦低头看了看 哪知莫伦 脸色突然冷了下来 你在撒谎 我刚才感知了一下 你手里的露书 这里并没有记载疾风魔法的 萧恩文言立马辩解 我真的没撒谎啊 莫伦大法师 原来这些东西叫露书吗 您冤枉我了 我原本是有记录疾风术的露书 被我溶解了 莫伦微微疑惑 他为什么溶解了 这是说来话长 萧恩手舞足蹈的 把事情的经过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莫伦听完事情的经过 叹了口气 你竟然用露书来 做修补魔法兵器的材料 莫伦法师 那张露书上的内容 我都已经完全掌握了 当然是要使用它啦 萧恩理所当然地开口 这孩子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莫伦文言有些愣住 注意到莫伦表情不太对的萧恩 试探着问道 莫伦法师 我做错了吗 莫伦摆了摆手 没有没有 我只是没想到你 小小的年纪 竟有如此胆识 你还能继续释放魔法吗 萧恩不太好意地 挠了挠头 不行啦 我目前的精神力量 只够支撑我 释放一次魔法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你这么少的精神力量 不足以支撑魔法的练习 又怎能学习魔法呢 莫伦说出了先前怀疑的原因 但你发动魔法的娴熟程度 就好像已经锻炼过 成百上千次了一样 这也是 让莫伦不解的地方 莫伦法师眉头紧皱 你释放疾风魔法的熟练度 就好像锻炼过成百上千次一样 别人都是在脑海中 绘制魔法运行图案 但是一次就需要 消耗大量精神力 正常情况下 魔法师如果想要学成一个魔法 那么精神力 就必须是施展法术的数倍才行 按照你的精神力量强度 锻炼到你这个熟练度 所需要的时间可能需要几年 莫伦在说完一番话后 便死死地盯着萧恩 仿佛在等待萧恩的坦白 然而此时的萧恩有些尴尬 这是他的秘密 他实在不想说 看着萧恩不想说 莫伦也没有再继续逼迫 只是安排萧恩住了下来 萧恩连忙答应了下来 心中还在疑惑 我还在想借口呢 居然不追问了 此时莫伦法师更是问道 萧恩你愿不愿意 成为我的弟子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直接将萧恩给震惊地呆住 看着许久没有回应的萧恩 莫伦法师疑惑地问道 怎么不愿意吗 就在这时回过神的萧恩急忙说道 我愿意 太愿意了 谢谢你 莫伦法师 你现在就算是正式的魔法学徒了 希望你能给我惊喜哦 萧恩此时两眼冒光十分的兴奋 终于成为魔法学徒了 我会努力的 莫伦法师这时喊道 丹妮带萧恩到第七层吧 以后他就是我的弟子了 萧恩有些疑惑 这个丹妮好像我成为学徒之后 对我客气了许多 没过多久丹妮就带领着萧恩 来到了一间空房间的门口 丹妮还嘱咐道 如果有什么要求 可以摇动这个铃铛 会有指定的学徒为您效劳 学徒仆丛而已 萧恩一愣 学徒仆丛 我还以为塔里除了法师老师 就都是学徒呢 但你看着萧恩急忙解释 就算是学徒也是有等级划分的 魔法塔里的人员构成分为三种 魔法师 魔法学徒和魔法学徒仆丛 魔法学徒在你来之前 在莫伦魔法塔中只有五个人 都是莫伦阁下收的入门学徒 而我这种人 就是被莫伦法师和那几个入门学徒 挑选的学徒仆丛了 我们学徒仆丛 有着两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魔法的学习 从事其他行业 第二种就是达到正式魔法师的程度 当然了 学徒仆丛中 能够完成心愿的确实寥寥无几 这些普通的学徒仆丛 一般都在魔法塔周围的园林中生活 在园林中也有一些 一级魔法和最基础的精神力量修炼法 可供学习 学徒仆丛大多都会因为忍受不住屡次的失败 而在晋升到七级学徒 离开了园林 所以恭喜您 萧恩阁下 您已经是莫伦魔法塔的第六位魔法学徒了 萧恩听着丹妮的话微微一愣 自己就想问学徒仆丛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丹妮此时急忙解释道 侍从将会为您打点一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 还可以帮您准备一些简单的魔法材料 萧恩哈哈一笑 这么说就是学伴吗 说是学徒侍从 反而像是保姆啊 丹妮说到根据您的权限 可以拥有两个学徒侍从 你有熟悉的想要招揽的人吗 萧恩文言微微一愣 我居然可以拥有两个学徒侍从 这突如其来的福利 突然让我想的话 我一时还没什么好的人选呢 看着萧恩迷茫的样子 丹妮只好让萧恩想好了 再联系自己 随后便退下了 萧恩此时如是重负 总算进入魔法塔成为学徒了 而萧恩也在此时知道 原来在魔法师的世界里 同样有着很多不平等啊 此时在莫伦法师的房间内 莫伦法师正在书架上不知鼓刀着什么 随着莫伦法师不断念起咒语 那圆盘上也不断闪烁着光芒 没一会只见莫伦法师 周身散发紫色的魔法气息 极其神秘 不知道过了多久 莫伦法师缓缓向外走去 路过的众多仆丛纷纷和他打着招 此时只见莫伦法师张开喉咙大声喊着 大卫我来得快出来一趟 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出现 只是传来了一道声音 知道了 我在做实验呢 你等一会 莫伦法师十分无奈 这个研究狂 简直是让人受不了 看着对方迟迟没有出现 莫伦法师迫不及待地朝着上面飞去 只见莫伦法师几个魔法交叉 紧紧瞬间就飞到了高台之上 而就在莫伦法师刚刚站稳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来了来了催什么催 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大卫 莫伦调侃道 出来得好及时啊 大卫三星法师 不一会二人便坐下品尝着 大卫学徒仆从来的奶茶 莫伦直言羡慕 就在这时大卫缓缓将手中的杯子放下 十分疑惑地问道 你有什么心事吗 莫伦甘大不已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大卫无语 你太相信我了 把心事都写在脸上了 今天我刚收了的入门学徒 他的天赋很差 是我见过的拥有魔法天赋的人里 最差的也不为过了 大卫微微一愣 他的天赋那么差 你还收他入门 难道他是你的亲戚 也不对 你是个孤儿啊 听着大卫的话 莫伦简直快气死了 你才孤儿 招你惹你了 不开玩笑了 我收他为徒 是因为他明明天赋极差 却当着我的面 施展了一个变异魔法 大卫有些疑惑 变异魔法 这可是十分稀少啊 是哪个魔法的变异 疾风术 而且他所施展的 比普通疾风术威力 要大上一倍 特别是在和目标接触后 还附加了爆裂的功能 而听说那学徒 是在一本魔法陆书里 而且完全是自学 大卫简直不敢置信 莫伦紧接着说道 可惜 他在显露魔法天赋之前 是一个铁匠 陆书被他融化去 修补一个魔法兵器了 而且这个孩子 所有魔力 加到一起 也才够释放一个法术 但是他竟然能够 做到瞬间魔法 在我亲眼见到之前 我同样不敢相信 一个天资不好的 十岁小孩子 竟然已经能够 将这种魔法 掌握到这样的程度 大卫默默地 喝了口奶茶 我想 我已经明白你的来影 但是此时大卫有些犹豫 但是 让他学习那个魔法 你感觉真的合适吗 听着大卫的话 莫伦也陷入了沉默 一时间二人 竟罕见地陷入了沉思 不知过了多久 莫伦缓缓说道 以他的天赋 应该是最合适的 你可要想好 如果他最后 无法成为真正的魔法师 那学习这种魔法 对于他而言 并没有任何好处 莫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咱们和他商量一下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此时的萧恩 正躺在床上 犹豫着要不要告诉 斯考特老爷 自己成为学徒的消息 突然一阵叮铃铃的声音响起 突如其来的响声 瞬间吓了萧恩一大跳 只见那铃铛里 响起莫伦的声音 萧恩 尽快来一下酒楼 萧恩此时正匆匆忙忙地 朝着酒楼赶去 心里还在回味着 刚才那个魔法好有趣 不一会萧恩便赶到了 酒楼莫伦的房间门口 莫伦急忙喊道 让他快进来 莫伦看着萧恩疑惑的目光说道 萧恩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大卫 三星魔法师 萧恩急忙行礼 大卫微微一笑 你好 萧恩 萧恩 这种程度的时候 就如此娴熟地释放魔法的 莫伦反驳道 什么叫很少的人 这可是独一无二啊 看着兴奋的萧恩 莫伦急忙提醒 但是萧恩 你可不要得意忘形哦 萧恩基础天赋来看 其实你是非常差劲的 几乎无缘正式的魔法师 你要做好准备 以后的魔法之路 可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哦 萧恩直言自己不怕困难 看着自信满满的萧恩 莫伦心情十分愉悦 这小子精神可嘉 那妖萧恩 魔法的种类有很多种 你想好主攻哪个方面了吗 萧恩有些尴尬 老师 我对魔法一窍不通 还请您指点 你似乎对魔法 有一种敏锐感与亲和能力 这正是你独有的特殊天赋 所以你可以在 自身魔力强度允许的情况下 轻松地掌握魔法 这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而这 正是你选择日后 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 希望你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努力